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面我们介绍了眼睛的结构 还有在眼睛里面跟我们视觉系统非常有关系的视网膜 在这一节我们要来跟大家谈一谈视觉的皮质 也就是我们的大脑中负责视觉处理的部分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忘了 你要能够有视觉经验 不但是要你有的眼睛 要有眼睛上的视网膜 还有最后还是要靠你的大脑来去解释 他们所提供的这个讯息 那么在介绍我们的大脑还有视觉皮质之前 我们先请大家看一下 在我们当代的科学还没有这么发达之前 在十八跟十九世纪曾经流行一段 所谓的卢相学 那么卢相学等于是在当时的学者 在还没有现代的技术跟这些研究方法之前 企图想要了解我们大脑是怎么工作的 它跟心智功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其中有一些的学者认为说 如果我们要知道一个人他在心智功能上面 他的大脑能够发挥的这些功能的话 就可以看一看他的头壳 他的所谓的颅相长什么样子 也就是说他越发达的地方 可能跟他个人的某些性格也好 或者他的智力或者是某种能力 之间有一些关系 那么这就是当时非常流行的卢相学 那么在中国人的信念里面 也有传统上会认为说 当你的额头饱满 可能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那这大概也是基于卢相学里面所讲的 这个脑袋这个前方 可能跟你的思考 跟你的智力有关 所以如果你的额头越饱满 表示这个里面的脑区越发达 表示你智力越高 那我们这边特别标出来一个区域 是当时卢相学的一个看法 就差不多在脑后 我们的脑勺的这个地方 有一块跟战斗力有关的 这个人如果在这一块特别的发达 分别的突出的话 可能他是一个比较好斗 喜欢跟人家打斗 或者是争夺的这样的一个个性 德国的学者Francis Gall 曾经根据这样的一些看法 这个邀请的很多的学者 还甚至成立了卢相的学会 当然这个卢相学的这个想法 到现在已经大多数 大多数都被现在的神经科学的研究 对大脑的研究所否定的 但是他们对于大脑在不同的区域 可能负责不同的功能 这样的一个看法 倒是传演了下来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视觉在大脑中的途径 那么在前面我们也介绍过 视觉接收了 我们接收了左视野跟右视野的这个刺激之后 视觉的讯息会有视交叉 视神经术 侧息核等等这些部位 最后传到我们的大脑 那么简单的来讲 我们左视野收到的讯息 最终会送到我们的右大脑 而右视野的讯息最终会传至左大脑 这里面很多部位的这个细节 我们等到后面第三跟第四章的时候 会再跟大家做更进一步的这个介绍 这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那这个右边的图 大概前面有时候 我们也给大家看过 我们的大脑一般而言 可以分成四个重要的区域 有所谓的额叶 顶叶 捏叶 跟枕叶 那枕叶是跟我们的视觉的处理 最主要的这个视觉皮脂区 就落着在枕叶的部位 或者所谓的occipital cortex 这个地方我们也称之为蚊状皮脂区 因为它在外观看的时候 有这些蚊状的纹路出现 这边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个概念 叫做趋位投射 或者叫英文称之为topographic projection 所谓的topographic projection 或者趋位投射 指的是在整叶皮脂区 它是因为处理视觉讯息的这个刺激 那么借由趋位投射这个转换呢 它会保留这个值的空间关系 也就是说如果两个物体是彼此在附近的话 那当它们最后投射到我们的整叶的时候 仍然也都会投射到整叶附近的这些区域 但是它有可能扭曲了这个量的关系 我们在介绍视网膜的时候提到有所谓的中央小窝 那中央小窝投射到我们的视觉皮脂区的时候 其实是占的比较大的一块区域的 这个我们称之为皮脂扩大率 那么其他在周边中央小窝外围的区域呢 它相对投射到大脑区域呢 是比较小的 所以中央小窝之所以能够提供我们非常好的视觉 不光是因为在视网膜上面 由椎细胞来主导视觉的处理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我们的大脑 也投入了很多的神经细胞的资源 来处理来自中央小窝的这个讯息 接着我们来介绍一下视觉皮脂的传导路径 这个我们要谈的是说 视觉的讯息从离开我们视网膜 经过中间很多的这些部位 然后传到初级的视觉皮脂区 也就是在整叶的部分之后 它会继续的往大脑其他的区域传送 这个时候它会分成两个不同的路径 一个是往上方 我称之为背侧的路径 这个路径我们又称之为 何处或者是如何的系统 也就是where and how的这个system 那么这个系统主要是来辨识我们所谓 中间的这个关系地点 这样的一个路径 最后会到达这个顶页 那另外一条是从复侧 我们称之为复侧的路径 那么这个复侧的路径 我们又把它叫做是什么的系统 也就是what的系统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辨识物体的路径 最后会到达我们的孽页 尤其是孽页的下方 因为视觉也好 或者任何的一种知觉的能力 基本上都是要了解什么东西在何处 这是西大的有名的哲学家 亚里斯多德在两三千年以前 就提出的一个基本的看法 而我们的大脑呢 也试图在他接收的这个视觉讯息里面 告诉你what is in where 那我们如何知道说 我们的大脑真的有这样的两条路径 然后来分别负责 一个是有关于在哪里的讯息 一个是有关于东西是什么的 这样的讯息呢 那这是在1982年的时候 有两位非常有名的学者 Uncle Lader跟Michigan 他们做了一个在猴子大脑 破坏猴子大脑脑区的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是这样子做的 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首先呢 训练这个猴子做两种不同的作业 那左边呢 是一个我们称之为辨别地点 或者辨别地标的一个作业 如果大家看左边的这个示意图的下方呢 就会注意到这边有两个长方形 那这个长方形的下面呢 可能隐藏的这个食物 所以就形状而言 这两个形状是完全一样的 那猴子要怎么知道说 到底哪一个方形下面 才有它想要的食物呢 那么这个时候他必须凭着要看哪一个长方形被标示出来 我们在这个图上面所秀的一个圆柱形呢 就是一个地标的东西 那么这个地标呢就告诉了猴子说 是右边的这个长方形的下面呢 藏的食物 当然你可以想象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食物呢藏在左边或者藏在右边 那不管藏在哪一边呢 重要的是我们把隐藏食物的这个地点呢 放在一个地标 让猴子知道说 他可以透过这个地标找到他的食物 这是辨识地点或是地标的这样的一个作业 那我们现在看到右边的这个示意图 右边这个示意图呢 是一个辨识物体的一个作业 同样的我们把这个猴子爱吃的这个食物呢 隐藏在左边的长方形的下方 或者是右边三角锥的下方 那这个时候呢 猴子必须藉由辨识这些物体的形状 大概是长方形还是一个角锥形来找到他的食物 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可能都固定的 比如说我们放在这个三角锥形的这个下方 然后他就在这个三角锥 角锥形的这个积木下面呢 找到他的食物 那你也可以想象 当他们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也是可以把这长方形跟角锥形呢 或者放在左方 或者放在右方 那都不固定 但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照角锥形的下方 去找到你的食物 把猴子训练好之后呢 这两位研究者要问的是说 那我如果破坏猴子的大脑不同的区位 部位 会对这两个作业的影响会是什么 从而我们可以去推论说 这些不同的大脑的部位 它可能负责的在知觉上的功能 可能是有所差异 的确 当他们把猴子的大脑的顶叶的部分 也是左边的这个所显示的 这是一个猴子的大脑 那我们这个画了 这个接近蓝绿色的这个部位呢 就是把它顶叶破坏的地方 那右边也是猴子的大脑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破坏的是念叶的部分 这个时候两位学者就发现 当你破坏猴子的顶叶的部分的时候 它原来可以透过这个地标 找到食物的这个能力呢 就会受损 就会下降 它的表现呢 会比较差 相反的 如果你去破坏它的裂叶 就是右边的图所显示的 这个时候呢 原来动物可以借由这个物体的形状 找到它的食物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脚椎形 这时候它借由物体形状 找到食物的能力呢 会受到损失 它的表现也会下降变差 所以这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呢 在三十多年前做成的 就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视觉的处理 不单是有基本的在初级的皮质区处理之后 还可以继续的送往大脑其他的区域呢 做更高层次的处理 让我们知道 透过视觉的讯息 知道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 那这个地方也点出来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神经科学家 也包括视觉科学家 我们在研究大脑的功能的时候 很多时候呢 尤其是在人类的身上 我们常常会依赖看这个大脑受伤的情况 它所产生的病变 还有所导致的功能性的这个障碍 来去了解 就是不同的脑区 可能会负责不同的功能 那这样的想法 刚才我们提到 其实呢 早在如相学发达的那个时代呢 就是这样的想法 只是呢 我们现在的神经科学的研究呢 更能够在这个想法上 能够精确地指出来 到底是大脑哪一个部位呢 负责什么样的功能 我们在这边举两个非常简单的 很简单的提一下 一个是所谓的视觉失认症 那么这个视觉失认症呢 是大脑受损的病人 很像是我们刚才提到 这个猴子的孽叶受损的情形 它原来可以辨识的物体 甚至人的脸孔 都变成无法辨认的 在若干年前 有一本非常著名的 翻译成中文的书 叫做 错把太太当成帽子的人 那么他这个就是一种视觉失认症的 这个情况 而且他是在脸部辨认的这个功能 受到了这个损失 甚至会把 没有办法辨认他自己 非常亲近人的这个脸孔 把它当成是一个帽子 另外还有一个也是这个大脑受损的 我们所谓单侧的忽略症 英文称之为unilateral neglect 这样的病人并不多见 但他会什么时候出现呢 比如说 尤其是你当你的右大脑受损的时候 我刚才前面提到过 我们左视野的讯息 最终经过这个视觉系统 辗转的传递这些讯息 最后会送到我们的右大脑 所以当你的右大脑受损的时候 对这样子的病人而言 这个左视野似乎是不存在的 所有在他的前方 左侧部位的这个世界 都会被他忽略掉 他不见得是看不见的 只是他在注意力上面 似乎就已经把整个的视觉世界 缩小了 只有右边的世界存在 而左边的世界不存在 那这个都是大脑受损的时候 所可能产生的病变 还有他的障碍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我们视觉皮责的功能 是一个高度分化 比当年这个如相学的学者所预期的 还要更复杂的一些状况 这边是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至少现在知道在刚才提到的 这个一个是我们的顶叶的 关于在什么地方的这样的一个路径 以及在涅叶的是什么东西的这样的一个路径 那其实根据我们最近的这么多年来的这些研究 我们发现这种功能上的分化 其实源自于在我们视网膜上面就已经开始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图的最下方 我们给大家标示视网膜的部分 我们就有所谓的G细胞或称之为M细胞 还有P细胞或称之为小细胞 那这两类的细胞在视网膜的结细胞里面 就发现到有这样的区分 那么G细胞是因为它的细胞体比较大 那么它通常在功能上是对运动 和瞬间变化的讯息比较敏感 它的反应通常都是比较快速短暂的 小细胞它的体积通常比较小 那么它通常是对颜色还有形状 跟这个物体的性质相关的部分 它是比较敏感的 这时候大家会不会想到说 这个G细胞或者M细胞 就很像是要去告诉你这些空间讯息的细胞 而这些小细胞或者P细胞 是告诉你这些物体是什么的细胞 那这样的一种分工会维持在继续的传导侧息核 我们刚刚提到侧息核也是我们视觉路径中重要的一环 然后传达到我们所谓的V1 就是视觉皮质区或者初级的视觉皮质区 在这些功能上面仍然是分开的 然后继续会传到V2 以及其他的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路径上面 所以我们这个背侧的What或者是Where跟How的路径 以及复侧的这个What的路径 它是其来有致 源自于最早在视网膜上面 就已经有功能上面的分工 好 这是让大家看到我们背侧的路径跟这个复侧的路径 最后这一张图是美国在St. Loui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学者Van Isen 他的一个研究的这个结论 那实际上是把我们刚才提到的视觉路径的分工 做了一个更详尽的这个标示 这是他研究的这个结果 我们当然没有时间跟大家一一的细说分明 那只是要跟大家看一下就是 我们视觉系统在处理这些讯息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高度互动的这样的一个网络 在来处理我们的视觉的讯息 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的一个网络跟我们的 在电脑上看到的那个电脑板的线路非常的相似 的确视觉大脑的视觉这个世界的这个奥妙 其实它的复杂度 绝不疏于你在大脑里面看到的这个线路徒 希望大家有了这个体认 能够来继续探索我们非常奥妙有趣的 视觉世界 视觉世界 视觉世界